咸蛋黄烧麦,软糯咸香,我家孩子吃到停不下来,糯米加水和咸蛋黄一起垫饭锅蒸熟 将准备好的配菜放少许油炒断生,下煮好的糯米饭,放盐,鸡精,生抽,老抽 白胡椒粉13香,搅拌均匀备用,饺子皮像这样四周叠一叠,叠出花边备用 糯米包裹着咸蛋黄,搓成小圆球,用处理好的饺子皮包起来,糊口一捏,烧麦就包好了 水开蒸20分钟,咸香软糯,非常适合小朋友早餐吃,家里没有咸蛋黄的也可以做成这样都很好吃